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我是覺得你要去選舉就去選舉 反正你也從來沒在乎過防疫 你滿腦袋想的就是要去選舉 那你就去吧 但是我前一天聽到他講那個話 已經夠噁心了 他最得意的三個東西 疫苗 快篩 還有投藥 這三個居然是他最得意 我都已經快要吐血了 這三個就 我們最痛苦的事情 是他最得意的事情 你疫苗擋成那樣子 你真的當台灣人都是瞎子 這你們千方百計的 就是要擋住BNT 不要讓他進來 然後害了台灣差一點 疫苗就不夠 然後後來是靠美國爸爸 日本哥哥 再加上郭董台積電磁劑 大家合力捐了2000多萬 不然到現在台灣可能還有很多人 只打到第二劑 因為事實就是這樣子 然後快篩 你之前使命的擋 到最後發覺擋不住了 開始先趕快把這些特許權 全部給你的綠油油 等於飲食商人 那些小吃店 對 賣墨水夾的啦 做小吃的啦 都能去標上億的快篩 所以我現在很多人在講啊 如果萬一陳時中 真的讓台北市長的話 我們趕快去申請人家小吃店 那以後這輩子大概就吃不完了 至少在台北市大概恨醒污足 因為他最喜歡小吃店 因為小吃店對他來的就是 英食商人 什麼政府標案都可以拿 然後投藥這種東西你真的敢講 拜託有多少人是因為你買藥買得不足 所以一開始死扣在那邊不肯發 完全錯過了投藥的黃金時間 很多的新民就因為這樣喪失了 你自己號稱確診的時候 馬上就投藥了 那其他人呢 其他一般平民老百姓 有你這種待遇嗎 結果你居然還洋洋得意 這是夠了 然後今天最噁心就是講那一句 什麼 覺得台北市這些小孩子感到很可惜 你真的有把小孩子放在你的心上嗎 人家歐美去年11月就開始打兒童疫苗了 我們到什麼時候才買到 你們不是說都說超權部署超權準備嗎 那為什麼隔了半年以後 疫苗才來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你怎麼好意思去講呢 其實他講這句話目的是什麼 目的就是要去凸顯 是柯文哲害的 嗯 跟他屁事 跟他一點關係又沒有 我就覺得很奇怪 如果今天 你自己在當台北市長 然後防疫指揮中心不給你疫苗 請問一下你能怎麼辦 但是陳時中為什麼要這樣講 理由非常簡單 因為他看死台灣人都是一堆金魚腦 他認為台灣人沒有人記得這些事情 只要他不斷的宣傳 不斷的宣傳 謊話假音一千次就變真的 然後台灣人就會真的相信 哇陳時中都做得好棒棒 然後呢 都是扣人者做得爛 都是何偉宜做得爛 都是在一黨在那邊扯後腿 不然的話 陳時中的防疫 成績戰會更精采更漂亮 他的目的就是這個啊 可是你知道嗎 我覺得很可怕的是 我發覺還真的很多人相信 像 拉丸報大家有看到啊 辯姊妹去做街訪啊 真的很多年輕人喔 覺得他做得不錯喔 覺得他防疫防得很好 很多喔 對啊 真的很多喔 台北市喔 所以 你不要看他這些招數 怎麼這麼噁爛 這麼下山爛 這麼不入流 可是他有用 有用的招數就是好招數 就這麼簡單 他就繼續這樣用 然後再加上蔡英文啊 這些其他人幫他塗脂抹粉啊 然後1450幫他宣傳啊 這些綠營的媒體 不斷地幫他洗腦啊 哇 很快 陳時中大概 就變成中華民國 有史以來最大的善人了 超級聖人 我看教宗都趕快要再辦一個 什麼聖殿鬼騎士給他 因為他們現在就打算 要把他塑造成這個樣子啊 蔡英文還好意思講說 我知道啊 你好辛苦喔 你防疫的期間都沒有辦法休息 對啊 他沒有辦法休息啊 因為他忙著上歌啊 他忙著喝紅酒啊 忙著去跟人家喬事情啊 沒辦法休息啊 但是那是他自找的啊 我們沒有不讓他休息啊 你可以回家睡覺 你自己不要啊 不是嗎 聽 今天陳時中會做這樣一個動作 我覺得就是 他們已經非常篤定 就是要用這種招數打到 投票那一天為止 然後就開始浮天蓋地的宣傳 然後今天不是剛好還有一個民調跟他 退和弱傑 哎呀 還領先啊 他一出來喔 居然 就領先了 而且 蔣萬安跟黃珊珊兩個差距 只有一點點而已 哎呀 然後他一個人 獨走領先 那個民調真的好厲害 那今天下午我們就開始講了 包括 你百分比超過100 你居然可以做個圓餅圖啊 然後呢裡頭一大堆那個數據 都落差了個鑰匙 但是我覺得最有趣的一點就是什麼 就是這份民調 你知道他問喔 有多少人知道 陳時中要選 居然只有百分之三幾人知道他要選 然後呢他的支持度就已經百分之二幾 哇塞 那如果照這份民調假設是真的話 這民調超奇怪 陳時中支持度比較高 結果蔣萬安看好度比較高 所以我支持蔣時中 但我覺得蔣萬安會當選 我跟你講這家民調公司是什麼時候成立 你知道嗎 這家民調公司超奇怪 對 7月1號領見 是啊 7月1號 他好像還在 還沒有正式通過 還沒有正式 還沒有正式在 對 拿到這個營業登記 還什麼之類的 結果他已經在做民調了 而且那個民調主持人 就在台灣世代智庫上班 是 對啊 謝謝浪哥補充 陳明文的兒子的智庫 是 然後這一個人我去查這位白博士不是洗碗筋 不是洗碗筋 這位白博士以前是莊瑞雄的助理 就是這樣 那我必須真的禁告這位白博士 我覺得我會去查你的論文 因為很簡單 不過他論文是軍方喔 是國王大學的 對對對 但是我老實講好不好 其實國王大學有論文抄了一大堆 我想實在話 我真的不騙你 據我的了解就是這樣 而且 因為你連丙圖都不會做 然後整個民調裡頭 前言不照後語 整個邏輯死亡的一大堆 我嚴重懷疑你這個民調是抄來的 就跟你的論文一樣 因為完全是林志堅流派 全部都抄複製貼上 我猜他那個圖一定是 隨便抓一個複製貼上 複製貼上之後就把數字直接壓進去 才會出現那麼奇怪的東西嗎 對 沒錯 不然的話如果你真的親手寫的那個圖 你自己看都會覺得很奇怪嘛 表達這185可以做成一張圓餅 這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為什麼這個時候要出來 理由很簡單啊 就是為了要拉抬陳時鐘聲勢啊 今天為了拉抬陳時鐘聲勢可多了 除了這個民調之外 今天國安機軍為什麼要進去互牌 對喔 就是要一個慶祝行情啊 國安基金前一天晚上本來是說不護航的 結果到昨天晚上急轉直下 說我們要進來護航 護盤 有人這樣搞的 結果好運真的用完了 剛剛美股暴跌400點 是啊 好明天繼續護 通膨9.1 9.1啦 對 哇靠 那超過英國啊 預期8.8 不是 追平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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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你 他明天如果再跳下去護航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我們的勞退基金 我們的郵政基金就被吃掉了 嗯 但是他會不會這樣幹 我覺得搞不好會 會 我們就來看看明天 因為他沒在怕 所以為了陳時鐘一個人選舉 我們要心思動動到這種地步 甚至除了這一個莫名其妙的 語情公司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所謂的 民進黨內參民調更厲害 嗯 還有啊 對啊 還有 還有內參民調 來來來 兵哥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跟你講 民進黨內參民調 說蔡其昌跟盧秀燕 兩個人只差3% 盧秀燕53% 然後蔡其昌50% 你有聽過這種103%的民調嗎 你把我這個放在地上摩擦 我都不相信 哇 這個真的是有夠離譜的 所以是怎樣 那我覺得你們也太那個了吧 今天除了是 陳時鐘的好日子之外 也是林佳龍的好日子啊 你們怎麼不幫他做一個咧 幫他做一個民調屌打 侯友宜不是很好嗎 為什麼不做一下 你們就這麼看不起我們佳龍 佳龍還是被你們 趕壓著上架硬逼上去的 嗯 所以表示蔡英文的關愛眼神 全部在陳時鐘身上 根本沒在管林佳龍的嘛 林佳龍就是一個炮灰嘛 就直接送出去 反正新北民進黨總要有一個人選嘛 好吧就你啊 就你去當炮灰吧 就這個意思 但是我說真的啊 雖然形勢是這樣 而且我知道現在到年底 很多機器都會動得很厲害 各種各樣機器都會動得很厲害 但是說真的我在台北市出生 我在台北市長大 我在台北市至少實際住的時間超過40年 那我真的很難相信 像這樣的操作台北人會被蒙蔽 我真的很難相信 那年底就看台北人證明給我看看 看你們到底是眼睛血量呢 還是民進黨給你洗什麼腦 你的腦就直接被他操縱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也是台北市民自己的選擇 說真的 我現在已經越來越討厭談陳時鐘 因為這個人實在是噁心到一個極致 真的 我看到他就想吐 對不起啊各位 你們剛吃飽對不對 那個 談魚準備好 塑膠樓啊 塑膠準備好 如果想吐的話 就開開心心 痛痛快的吐一場 我先跟大家說對不起 這個人我跟你講阿扁的時候在蹭 去蹭阿扁 扁友會 然後柯文哲選的時候 他也硬要擠在旁邊 然後現在終於被他擠上來了 靠著小英姿友會 然後一路衛福部 然後又撿到一個新冠肺炎 讓他一路起來了 這個人的一生懸命 就是為了要當官 就是為了蹭 對啊 他就是想要飛黃騰達 那我們就看嘛 如果上天真的讓這種小人得逞 那就是上天對台灣的懲罰 我還能講什麼呢 在這邊告訴大家 汪汪水神維酸性電解刺激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還原沉水 溫和不刺激 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環保 要跟病毒共存必須要長期抗戰 大家趕快來到快點購 輸入雅婷的推薦代碼 CTI999 就能夠享有折扣優惠